警察現在把他攔下來 不是 這路邊 這路邊 法律沒有規定路邊不能待到 他也有回復 還是要留下 就躲下着 警告再後 判決火 對 警告沒有 警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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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应该是说我在总统府 顺时钟 顺时钟绕了三圈 然后事实上每一圈 我几乎全程都按了 所以前后大概有八分钟 然后我把副驾驶座的车窗摇了下来 那刚好那个地方都站满了警察 也有宪兵 也有一些保安人员 那我可能就是最后这个举动 真的刺激到警方 他们觉得上纸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那个可能是宪兵队的人员 他就告诉我说 我必须不能落停留 要赶快离开 整个政府的大政策出了问题 人民抗议的是政府的政策 我们抗议的是政府的高层 从蔡总统降 我们不是针对这些现场的人员 我们了解他们执行有他的难处 我们的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